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我的力量怎样 现在我的力量还是怎样 大家是否在脑海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长辈 当我们说到老当益壮时 我们必然一定会想起他 就是他了 就是我的邻居 我的亲戚 我的父母 我的上师 我的老板 我的前辈同事 我的老师 领袖 老友 我的长职 我的牧者等等 这段经文叙述着有关迦勒忠心的服侍神 在旷野当中活了四十多年 他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人已经是八十五岁了 迦勒在那时候被摩西 就是拆派要窥探这个迦南美帝的时候 他才四十岁 可是他依然还是说 他那时的力量如何 现在也是如何 当然他蒙受上帝的保守 直到如今 我相信此时此刻 他除了蒙上帝的眷顾与保守 更为重要的是 他对上帝的信心 仰望和注视 他的眼目一直都在上帝的身上 上帝给他的使命 上帝给予他的呼召 迦勒一直都专注在上帝自己身上 迦勒身上的确像上帝所说的 是和其他以色列名不同的就是 他对于上帝的心智是一心一意的 他专心跟从上帝 所以上帝也要赐福于他 上帝必领他进入应许之地 迦勒的子孙也必得着那地为业 迦勒所做的事情都是讨上帝喜悦的 他晓得上帝所带领的路 他完全地相信上帝 特别在于和以色列百姓的不同是 当以色列名专注在所缺乏和看见的困境上 甚至出现了埋怨 埋怨领袖摩西为什么把他们带去 一个没有水没有食物很辛苦的地方 纵然他们都亲眼看见上帝 如何带领他们行神迹奇事 释放他们在埃及做努力的自由 要进入上帝那美好的应许之地 可是迦勒还是继续忠心 就算是以色列名一直不断不断的埋怨 但是他的心智的确像上帝所说的 是不同的心智是专心一心意义 跟随上帝的他继续等候 试问一个普通人如何可以等待一件的事情 或者是看见一个的目标要抵达一个目的地 要45年呢 不会有任何疑问吗 不会感觉要退缩吗 不会觉得产生任何怀疑吗 会不会到他身上连他自己都有一个疑问 会不会到老到死我都进不到去 上帝给我看见的应许之地呢 那么你今天是否有什么疑惑 今天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的吗 为什么上帝总是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要退下又不是 要出来又不晓得如何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挣扎对吗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项加勒的心智 就算是在等候 在艰难的日子跟时刻 我们来注视上帝吧 上帝必赐给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力量 并学习加勒的精神 态度和品格 加勒没有气馁 他没有信心动摇 他对上帝的计划是深信不疑的 因为他晓得上帝做事的法则 所以他说的话并不是胯口 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力量保守着他 拖住他 走到了他今天的85岁 他因着上帝的恩典说了那句话 那时我的力量怎样 现在我的力量也还是会怎样 加勒专注于上帝 因为他的初心对上帝始终如一 加勒的确是我们信心学习的好榜样 也是专注上帝的好学习对象 盼望今世的我们都能够在任何的境况 可以求主帮助我们专心仰望他 放弃很容易 但若我们靠主坚持 专心注视上帝 我们必能得着在主计划里的丰盛 而是更加思想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赐我们信心的上帝 Amen 上帝赐福你 请不吝点赐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